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天父我们赞美你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今天是中旅主日 天父啊 当耶稣走进耶路撒冷城 祂走进圣殿 祂洁进了圣殿 祂说这是万民祷告的点 同样的主 恳求祢在今天用祢的道 洗净我们的生命 用祢的道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 因为唯有一个圣洁的生命 才能做一个贵重的器皿 祝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 求祢对我们的心说话 我们将祷告祈求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人一生出来都在问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是可爱的吗 有人爱我吗 所以一个刚出生小婴儿 如果爸爸妈妈每天对他微笑 宝宝他 哇 这个孩子会很健康 很成长 因为他知道他是怎样 他是被爱的 他是可爱的 同样一个人来到教会也一样 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 当你走到教会之前那一刻 哇 人们都不认识我 到底我来的 他们会怎么对待我 对不对 同样的一个人来到教会当中 他们如果能够感受到神的爱 他也会有安全感 就如同一个孩子一样 他就可以健康地成长 但是人们还会问第二个问题 问说我有用吗 我有用吗 到底我在这个家当中 不管是排行劳机 到底我在这个家当中 我有没有用 我家有两个孩子 那差了大概三岁多 所以呢老大已经读国小一年级 他现在可以做很多事 他在扫地 他就说我也会扫地 他要证明给你看 他会扫地扫地 我再洗碗 他说我也会洗碗 他要证明给你看 然后呢 第二个 我第二个孩子 大概三岁多还不到四岁 他看到他哥哥这样子 所以呢他就跟着他哥哥 只要他哥哥证明 他哥哥在做什么 他就怎样 要跟着做什么 因为他要证明一件事情 说什么 说爸爸我也很有用耶 我也可以做耶 亲爱的家们 同样的 我们在这个世上 我们也会问 到底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上 小时候你可能也问过 到底我在这个家里 我要做什么 长大之后 你有自己的家庭呢 或者说你在职场上 甚至你在教会里面 你可能也会问 到底我要做什么 我是有用的吗 到底我要做什么 而当你认识神的时候 神呼召了你 神 他把恩典跟救恩赏赐给你 你也会问 到底 神 你要用我做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刚刚我们念到 20到21节 他讲到在大户人家 为什么说这是大户人家 你看他家有哪些器皿 20节讲到不但有什么 金器银器 也有木器瓦器 你家有金器的举手 好 你不要举手 太危险了 一般怎样 如果是金的 银的 都会怎样 藏得很好 对不对 锁得很好 对不对 不然就赶快放到 银行的保险墙 这是我们的做法 这个人家 为什么称在 他叫大户人家 有金器 对不对 有银器 如果你就是回想一下 即使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人 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 或电视剧的时候 哇 那个就是 很奢华的家里面 怎么来证明他们家里面 是非常就是富有的 会怎么做 金码头 好 那真是 哇 对 太有钱 一般我们会看到 他就是会在他们家里的 橙色上面 会把那个最漂亮的 对不对 会拿来盛装一些东西 然后就摆在那个很漂亮的地方 哇 那可能就是 很漂亮的水晶啊 或者是金子 银子 做的那些容器 就来装一些东西 就来摆设 但是呢 大户人家跟我们一样 他也要装 比如说装水啊 对不对 装一些东西啊 甚至也要装垃圾 也是有这样的容器 这样的容器他们会不会用金器 或银器去做 不会 他们会用怎样 除了金器银器还有什么 木器跟瓦器 木器跟瓦器跟金器银器有什么不一样 价值不一样 对不对 价值不一样 不仅价值不一样 我们讲瓦器 瓦器可能用用你 不小心就怎样 打破了 对不对 不小心人一踢到 哇 就破掉了 破掉你就想着什么 我就再换一个就好了 我就再换一个就好 所以木器跟瓦器 就代表在家中那些比较 比较容易破碎的 易破碎的 然后呢 在家中是可以替换的 所以呢 大户人家 他一定会这样做 有这些金器银器 他会特别做特别的用途 但是这些木器瓦器呢 他就做一般的用途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有作为特殊的用途 那也有作一般的用途 一般的用途 好 你说 哇 这很容易明白 但是呢 接下来21节 保罗说 我们在神的家中也是如此 教会是神的家 你在神的家中也是如此 一个平常拿来做 一般用途的木碗 或者是瓦器 他平常就是拿来做 这样的事情 主人绝对不会随便 就把它拿来 就说 我不要这个金器 我把它拿掉 我还用这个瓦器来装 这个很棒的东西 他不会这样做 这是违反常理的 对不对 但是保罗说 在神的家中 却是怎样 如果人自杰脱离什么 卑贱的事 就必做怎样 贵重的器皿 你看到了吗 在一个大户人家一面 他绝对不会把平常用来 装一些杂物的东西 突然搬到他很漂亮的桌上 然后就要摆很漂亮的水果 我让大家看 不会 但是在神的家中 如果一个人他愿意自杰 他就能够脱离原本 做卑贱的事 就是一般的用途 却可以被神用来 做特别的用途 在神的家中 上帝要我们学习自杰 因为他要用我们 做贵重的器皿 经文告诉我们 唯有我们成为圣洁 我们才能合乎主用 你看到顺序了吗 你要成为圣洁 你才能合乎主用 才能预备行各样的算式 所以有时候不是神 有没有在做事 而是你预备好了吗 因为神做事是透过人 你预备好成为 那个贵重的器皿 好让神透过你 来行各样的善事 首先我要来看 什么叫做圣洁 唯有知道什么叫做圣洁 我们才能够成为 一个自洁的人 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经文 翻到彼得前书 一章十五到十六节 我们一起翻彼得前书 在提摩泰书信的后面 好 十五到十六节 翻到我们一起念好吗 一二三 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也要圣洁 因为经上记着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神告诉我们 因为祂是圣洁的神 所以我们在所行的事上 什么叫所行的事上 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的事 才叫所行的事 是你在家里面的事 你在职场上面的事 都要合乎圣洁 为什么上帝要这样说呢 我们先来看看 上帝说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我们停下来想一想 这个有道理吗 你会跟你的孩子说 因为我是勇敢的 所以你要是勇敢的 还是你说 因为我是聪明的 所以你是聪明的 你会这样跟他说吗 不会嘛 因为你是你 孩子是孩子 对不对 但是上帝说 因为我是圣洁的 而你要是圣洁的 为什么上帝要这样说 什么叫圣洁 圣洁不是一个道德的名词而已 圣洁也不是说 一个善良的一个意思 圣洁也不是说 就是完美的意思 不单单仅是这样 圣洁是唯有上帝的属性 就是说你在世界上 你找不到一个人 他可以说他是圣洁的 你找不到一个人 说他是圣洁的 因为这个是只有上帝 专属的属性 一个人再怎么完全 再怎么善良 再怎么有道德 他都没有办法 像上帝一样的圣洁 那是一个 专属于上帝的属性 当上帝的圣洁 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才会发现 我们的生命 有哪些不解 就有点像是 你看我们教会 都是什么的建筑 我们的主要色调是什么 白色 哇 常常有人来到教会就说 哇 你们教会好亮 好白 尤其当太阳又照进来的时候 然后我告诉你 如果你拿一个油漆 这个油漆是真正 完全洁白的油漆 你在这个墙上就这样刷上一笔 你就会发现 我们所谓这个教会是白的 但是不是真的白呢 不是 同样的 过去我们不晓得什么是罪 我们不晓得我们生命 有哪些不圣洁 但是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 我们就发现 跟耶稣的生命比较起来 我们才发现 我们是不解的 然而耶稣的圣洁 跟法伊赛人的圣洁 上一半我们提到 是不一样的 法伊赛人的圣洁 会让罪人想要远离他们 然而耶稣的圣洁 是会吸引我们 来到他的面前 因为耶稣的圣洁 里面有慈爱 耶稣来到世上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就是告诉我们 哪里不完美 哪里不洁净 哪里不好 哪里不善良 哪里不道德 耶稣不是来做这件事 耶稣是 他来到我们当中 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 然后要告诉我们 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也有机会成为圣洁 耶稣的圣洁里面 有慈爱 耶稣的圣洁跟慈爱 并不冲突 反而需要我们认识 上帝的圣洁更深的时候 你才能明白 这位上帝多爱你 上一半我们讲一个例子 对不对 小时候我去抓宁秋 到河里 哇 抓着抓 弄得满身都是泥巴这样子 想想如果那时候 我们带着满身的泥巴 然后回到家里面 然后我的妈妈看到我就怎样 哇 就拥抱我说 哇 你抓着这些鱼 真棒这样子 他会怎样 他说你先去那边 水用洗干净再给我走进来 对不对 但是耶稣是怎么样 耶稣的圣洁会吸引我们 当我们带着满身泥巴的时候 他会怎样 他会帮助我们 他会在他的爱当中拥抱我们 并且使我们成为结晶 他要帮助我们分别出来 所以我们越认识上帝的圣洁 我们就越明白 这位神是多么地爱我们 我们越认识上帝的圣洁 我们就知道 我们跟上帝的分别 真是太大了 然而这个距离 并不会造成 他的爱没有办法领到我们 反而你会发现 他真的是很爱我们 即使我们生命再怎么不完全 他能就选择要爱我们 当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五到十六节 讲到我们要成为圣洁 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然后彼得前书讲说 这是经上记者说 对不对 是哪一个经呢 我们一起来看 在立位记十一章四十五节 我们看旧约 立月记十一章四十五节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处经文 我念给大家听 十一章四十五节 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黄 要做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当耶稣 来到世上 祂是圣洁的 但是祂不是定我们的罪 祂是要帮助我们生命变得圣洁 然而这件事情早在旧约 上帝就告诉我们 这就是祂要在我们生命所做的 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 带出埃及 然后呢 在立位记的时候 祂就告诉以色列人说 祂会开始教他们怎么献祭 开始教他们怎么预备祭物 来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你看立位记里面 有很多不一样不一样的祭 对不对 看得眼花缭乱 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 这些各式各样的祭物 是为了帮助人们明白一件事情 我有圣洁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 并且上帝可以使我们成为圣洁 来到祂的面前 上帝是慈爱的 但是这个慈爱里面也是有公义的 所以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成为圣洁的 才能够来到圣洁的主面前 然后上帝说 祂要使我们成为圣洁的 所以你会发现 在立位记里面记载在圣殿里面 不管你所献的祭物 或者是甚至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 都必须经过一道程序 这道程序叫做什么 分别为圣 在圣殿里面在那时候服侍的人 是一个支派才能够在圣殿服侍 是什么人呢 立位人对不对 不然这一天怎么会叫立位记 立位人 十二个支派里面呢 特别选了一个支派 立位支派出来 立位支派出来 然后呢 这个立位人就专门服侍上帝 那我问你 这个立位人之所以能够在圣殿服侍 难道他比其他支派更优秀吗 他比其他支派更有道德吗 他比其他支派更善良吗 如果你去看他们立位支派的始祖 立位他在创世纪做了什么 你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善良的人 他也不是一个很nice的人 立位支派之所以能够在圣殿服侍 就是只有一个原因 上帝拣选 并且把他分别为圣说 这是属于我的 他们要来服侍我 所以 当我们说我们要圣洁 才能见主的面 意思是什么 不是你要变得完美 不是你要道德非常的好 更不是你要绝对的善良 不是的 而是你要清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你是被耶稣的宝血所分别出来属于他的 你是属于主的 我们的圣洁不是依靠我们自己 我们的圣洁乃是主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他的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他的 当我们属于主的时候 我们就是被分别为圣出来 这个是我们的圣洁 所以上帝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他是圣洁的 并且他的圣洁要帮助我们分别为圣属于他 好让我们可以认识他 亲近他 甚至被他所用 所以亲爱的家人们 在周报第一节我们讲到圣洁是我们首要的什么 护照 不管在立位纪里面 或是在彼得前书 或者是在提摩太后书 告诉我们 圣洁是上帝对我们的首要护照 你要明白上帝很看重我们的生命 他看重的不是你能够为他做什么 他看重的不是你能够给他什么 他看重的是你有没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 你说分别为圣好难 我就是走出去我就是不小心在save 然后付钱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个一周刊翻到 我里面就有个意念 对不对 或是说明天早上起床听到股票 然后又跌我心里又有一个意念 对不对 哇 好难啊 但是你知道吗 若是你明白一件事情 你的生命是能够被主所赦免的 你的生命是属于主的 你就常常来到主的面前 主要帮助你的生命分别为圣属于他 耶稣的宝血赦免的罪 当你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会将你分别为圣 所以你与主有一个好的关系 你常常来到主的面前 求他来赦免我们 我们就可以保有一个圣洁的生命 而主告诉我们他非常看重这些事情 在你做所有事情或能够给他什么之前 你要先成为圣洁的 待会我们要来讲我们成为圣洁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讲 圣洁是上帝对我们的首要呼召 因为在上帝使用我们之前 我们要先成为圣洁 刚刚我们读到提摩泰后书 对不对 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然后呢 告诉我们 我们能不能成为贵重的器皿 差别就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自解 我们是不是能够知道 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圣洁的 我们才能被上帝使用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处经文 圣洁为什么对我们这么的重要呢 在约书亚记三章五节 在立位记往后翻 约书亚记三章五节 好 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好吗 一 二 三 圣洁 约书亚吩咐百姓说 你们要自解 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其事 最近呢 我就看了寇少安牧师 他有一个短片的分享 他就讲呢 他说 为什么上帝好不容易把以色列带出了埃及 前面就是迦南地流南云密 他们过去是奴隶 现在他们要做主人 他们有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填层 他们要开始 但是上帝说 等一下 我要先做一件事情 在你们领受这些祝福之前 你们必须嫌怎样 自解 当你们自解的时候 我要在你们中间行其事 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 会影响到上帝是不是能在他们当中 行奇妙的事 会影响到他们会不会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 当你看以色列的历史 你就明白为什么那么重要 当这群人他们进入到迦南地 他们开始过自己的生活 然而迦南地不是只有以色列人 迦南地还有什么 还有之前的迦南的民族 一些留下来的一些风俗 留下来的一些习惯 这一群人走到迦南地之后 他们开始改变了 他们原本是信奉神的人 他们原本是信奉信靠神的人 但是他们开始改变 他们说哇 这个我旁边的邻居好像拜这个比较会生小孩 他就怎样跟着也去拜 哇这个邻居他们这样的生活方式感觉也不错啊 好快乐 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生活 他们的生命开始怎样 被改变了 当他们被改变的时候 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 他们就不再蒙福了 他们生命开始有很多困难 因为他们远离了祝福的源头 亲爱的家人们 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如果你希望看见神在你生命当中 有一个大的作为 你要成为圣洁 不然上帝的祝福会被阻挡掉 什么东西可以拦阻神爱你 没有任何东西对不对 因为保罗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 但是有一件事会拦阻神的祝福 临到你的生命当中 就是你的罪 你的罪会拦阻神的祝福 临到你的生命当中 要自己 唯有一个被分别为圣字节的生命 才是神能够用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能力 不是来自我们自己 这是一罐人家送我 从以色列来的膏油 那如果你打开闻 哇 很香 里面还有一些玫瑰花的香味 这样子 不然成为你可以闻看看 你今天身体不舒服对不对 闻不到对不对 有时候我会拿这个膏油为人祝福 有时候我到家庭里面 为这个家庭祝福 不是这个瓶子有什么特别的 它虽然很漂亮对不对 但不是这个瓶子 其实我要告诉你不是这个有 是神的能力 一个器皿会有能力 不是在这个器皿本身 而是这个器皿里面 所称装的能力 但是你会知道 有一件事会拦阻神的 同在神的能力 在你的生命当中 就是你的罪 你的罪会使你无法蒙福 你的罪会使你没有办法 去经历上帝的同在 你的罪会让你里面的圣灵忧伤 神祂应许不会离开我们 就不会离开我们 祂打包票不会就是不会 但当你犯罪的时候 你里面的圣灵 神的灵忧伤会忧伤 会拦阻你 领受上帝的祝福 亲爱的家人们 我们要怎么样 在上帝的面前里面 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 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里面 怎么成为一个自洁的器皿 好让上帝可以使用我们 做贵重的用途 我们来看一处经文 没有在周报上面 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好 那在头影片上面 我有放上去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一二三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春圈 可喜悦的旨意 在这里告诉我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这句话你怎么去理解它 看到活祭就吓到 活人献祭 这还得了 其实不是的 是要告诉我们 当我们如果认知说 我们是属于神的 神已经将我们分别出完 我们是用祂的宝血 贵重买回的 如果你认知到这一点 并且你愿意 来到神的面前说 主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你 我是属于你的 我愿意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当你的生命是圣洁的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这就是什么 是神所喜悦的 而且讲到说 你们如此怎样 侍奉 你不觉得有点特别吗 这也是侍奉 亲爱的家人们 在一切侍奉之前 我们必须先有对的生命 因为对的生命才会带出对的侍奉 上帝在我们做一切事情之前 祂要我们先做一件事情 成为祂可喜悦的 成为圣洁 然而怎么做呢 第二节告诉我们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怎样 心意更新而变化 心意更新是一个怎么样 被动的 上帝要来改变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要被上帝改变 所以 上帝告诉我们 成为圣洁的一个秘诀 就是你要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 让祂来改变你的心 因为所有的罪都是从心里开始的 当你想要偷 当你真的去偷窃的时候 是因为你心里面开始去想 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 不管你是明明的偷窃 或者你用什么方法 把不属于的东西变成你的东西 那个就是偷窃 当我们在一切的罪之前 都一定是从心开始的 如果我们每天把自己的心 带到主的面前 让祂来改变我们 我们就可以过一个什么 圣洁的生活 每天我们一定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让祂来改变我们的心 怎么改变呢 透过读神的话语 怎么改变呢 透过跟祂祷告 很简单 不难 你跟上帝祷告 上帝我希望成为圣洁的 求你来更新改变我的心 上帝就会做 那你读圣经的时候 上帝话会挑战你 对不对 上帝会挑战你 当你愿意顺服上帝话语的挑战的时候 你就可以成为圣洁的 所以如何成为圣洁呢 我们要常常活在主的面前 站在主的面前 让神来保守我们的心 所以当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 当明天你开始生活的时候 你言所见的 耳所听的 口所说的 手所做的 脚所踏之体 你都要跟上帝有个灯祷告 求主将我分别为圣 如果是不讨你喜悦的 我就不要 不要让这些来影响你的心 有时候为什么我们的心会开始有改变 因为我们看了一些东西 对不对 打开网路 你就开始想 当你的心开始想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会被影响 所以好不好 让我们有一个愿意被主分别为圣的生命 去认真看待你眼所看的 耳所听的 如果不是讨神喜悦的声音 是批评论断的声音 不是讨神喜悦的声音 是诡诈的声音 你不要听 口所说的 如果不是造就人的话 想一下你要怎么说 手所做的 以及小所踏进去的地方 你都愿意被主分别为圣 更重要的 你要把自己带到上帝的面前 让上帝来改变你的心 我们就可以成为圣洁 我们一起来看 甘宁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 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圣洁的生命 神就可以用我们做贵重的器皿 甘宁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 翻到的话我们一起念好吗 十五章五十八节 一二三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兼顾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当我们的生命被上帝分别为圣的时候 当我们可以成为贵重器皿的时候 上帝要鼓励我们 要常常竭力怎样 多做主公 因为当我们服侍神 当我们多做主公的时候 上帝会纪念我们 因为在主里的劳苦不是怎样突然的 亲爱的家人们 当你要去爱一个人的时候 也会有劳苦你知道吗 你的爱不被接受 你的爱被误解了 你的爱不晓得怎么给出去 你会觉得爱得好会心 然而当你带着爱去服侍人的时候 上帝要告诉你 你的劳苦不是突然的 上帝会纪念你 同样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 不管你是在教会服侍 或在职场上面服侍主 或在家庭里面身为一个妈妈 你在服侍一个家庭 有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看见你所做的事情 然而你是被分别为圣的 你是贵重的 你要知道 当你是圣洁 当你把自己分别为圣那一刻 你就是贵重的 不是做的事情来评断你的价值 你就是贵重的 然而神要使用你 即使在做一些别人看起来 不是那么风光的事情 不是那么多人会看到的事情 但上帝要告诉你 那个是很有价值的 因为对主而言 那个不是突然的 不是白费的 会有影响力的 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 绝对不是突然的 要竭力多做主供 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好 时间快点我们一起看头影片好吗 一起来念一二三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为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主告诉我们 当我们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是坐在人的身上 有一些也不一定是在教会 比如说你是一个员工 然后你在公司工作 好像是为老板赚钱 为公司卖命 但是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要有一个态度 就是我们不是坐给人看的 我们是要坐在主的身上 你要坐在主的身上 我们不是坐给人看的 我们是坐给主的 因为我们知道奖赏是从他而来 这个会影响到你在职场上 你在家庭里面 以及你在教会的服侍 坐给人看的就是 人前人后就不一样嘛 对不对 坐给人看的 就是如果我做一个工程 反正那个地方 永远不会有人看见 对不对 包在里面有没有看见 我就随便处理 但是如果是坐给主的 就不一样 你会怎样 你会把最好的献给 你会把最好的拿出来 你是妈妈 你会把最好的拿出来 你会求主帮助你的爱心 你会求主帮助你 可以煮出健康的菜 你会求主帮助你 怎么把这个家能够照管好 如果你是坐在主的身上 坐给主的 在公司里面 你不会用你的年终奖金 来评断你到底你要做什么 你会问上帝 你要我做什么 因为你会把最好的拿出来 同样在教会里面 很多人都知道 在教会里面 我看中每一个侍奉 不管你是在讲台上在敬拜 或者说你是招待 你是音控 你是主日学 对而言都是同样的价值 但是我看的是 你愿不愿意在你的事奉 把你最好的拿出来 把你最好的态度拿出来 把你最好的时间拿出来 而不是拿你剩下的 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 我特别要鼓励 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在教会一起服事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帮助你们的态度 因为我知道 那在上帝面前是非常宝贵的 把你最好的献给主 不是说你就是全时间 都在教会里面 就做上帝的事情 不是这样 但是一旦你决定做 你要把最好的拿出来 把最好的拿出来 把你最好的时间 最好的体力 最棒的idea 点子拿出来 他配得你 把最好的献给他 如果你是妈妈 如果你是公司的职员 我真的也要鼓励你 上帝也看重你的师父 当你愿意说 主啊 今天我一床起床 我要被分别为圣 我要在你的面前 成为火箭 你就知道今天 你是贵重的器皿 上帝的灵在你里面 不管你在家里面 在职场 甚至今天你来到教会 你是成为贵重的器皿 把最好的献给主 他要使用你 你是宝贵的器皿 主要使用你 竭力保守圣洁 竭力多做主供 因为他是那一位 使我们分别为圣 就是配得我们 服侍他的主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